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波东北季风的强度慢慢地在增强当中 所以温度也会慢慢地下降 今天在北部地区的低温就出现了大约24度左右 那么在中南部地区25到26度 东部地区也有24度 感受上面相对来说比较舒适 但是提醒大家到了白天还是偏热的 各地的高温还是有30度31度 早晚的温差慢慢拉得比较大了 那么今天南北的降雨状况也大不相同 我们首先来看到在北部地区 今天随着东北季风的影响 在整个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 在上半天的降雨几率拉得比较高 那么到了午后尤其提醒 在整个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跟宜兰 降雨时间拉得比较长 而且可能有局部豪大雨发生的几率 雨是会来得比较猛 提醒迎风面地区观众朋友要注意 那么在竹苗地区跟花东 可能也会有一些零星的飘雨 在午后最需要注意的地方还是中南部 尤其南部地区的平地跟山区都要留意 午后的雷震雨可能也会来得比较大比较猛 也要记得西带雨具 那么降雨趋势我们进一步看到 未来几天呢 今天跟明天 迎风面地区的观众朋友都要注意 尤其在基隆跟宜兰 可能会有好大雨出现的几率 那么在中南部留意午后雷震雨的状况 天气什么时候回稳呢 到了国庆日当天礼拜四可以说是天气最给力的一天 礼拜四的降雨范围会逐渐地缩减 不过到了礼拜五开始水气又会开始比较增加 在迎风面地区呢 从周五开始到周末 降雨范围会稍微拉得大一些 中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这个礼拜主要都留意局部的午后雷震雨 随着温度趋势呢 这东北季风增强秋意也渐渐地暴到了 很明显看到这温度趋势的走势对比昨天礼拜天 一下子呢是有下降的趋势 今天各地的低温大约落在24度上下 这个礼拜每天都会感受到温度好像又在降低了一些 预估到了礼拜五的清晨 北部地区的低温大约会来到21度左右 北台湾下滩到21度 那么现在早晚温差也会慢慢拉得比较大 提醒大家留意了 今天天气小定定提醒大家 北部地区尤其在这基隆跟宜兰容易有下豪大雨的几率 中南部地区午后要记得带伞 来关心各地详细温度预测 我是方燕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倾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燕迪 请你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